那各位線上的朋友大家好 那大家晚安 我是台灣西西咖啡的創辦人之一 蔡智雲 那在臉書上面你會看到我用Yuin這個名稱在上面 那在我身旁的是台灣咖啡研究室 因為Lab 對 剛才我已經被糾正了 研究室的這個創設人林哲豪 那跟他比較熟識的有些時候會稱他叫村長 謝謝 那很高興今天哲豪能夠在我們剛才下午的一個講座結束之後 就趕快通通忙忙來我們這邊來跟線上的朋友做這場 你知道我犯一個錯 我講座的時候沒有cue 我應該cue你說說話 其實我是很低調的 這種情況就是 但是我覺得我其實說真的處理法不是我非常熟悉的東西啦 所以要講話問題會太多 你比較常跟爭鬥說話 我們就 我們比較 因為你們處理完了之後就換我的事情了嘛 我就是丟到螺子裡 所以這次其實哲豪剛好就是因為有一個機會到阿里山區 那其實我們知道這可能是目前華人界最好的一個殘區 我深深的相信阿里山絕對是個水盾 所以他做了一批的處理法 那在這邊我相信線上有些朋友都已經有買到 我們這次不是帶貨 因為這已經沒得買了我跟你講 不是 好像還有適一點點 但這不是一個帶貨的直播 我們今天其實就是 要把這個拿前面一點 大家看得到字 上面是這樣 他應該會自動對焦 所以上面就寫 TCL 陳宇 達文希咖啡 陳宇 周竹人 那有三個logo 可是周竹人沒有來阿 因為我沒有搖 他比較忙阿 而且真的距離比較遠 那因為哲豪其實平常也在台北 因為我們賣的不夠貴 沒辦法付他們車賣 我沒打算要付 OK好啦 不如說 所以我們今天大概 我們抓一個小時 不會浪費太多時間 那我們就是 因為我想很多人也拿到這個東西 但是自己喝 總是希望 其實哲豪是這個Q老師 知名的華人街的Q老師 所以其實他對於咖啡生豆 還有對於風味 當然他能夠給大家很多 在他的專業跟經驗上分享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是這樣 我們大概就會 跟大家一起喝一下這個咖啡 那當然很有可能 大家拿到手都已經先喝過 但是如果你還有做一些風味筆記 或是你還沒喝完 那我們在這邊現場 那也就把這些咖啡喝一次 所以我們就直接拆一包 好 拆 開箱文 我覺得我們下次做這種事情 裡面要放那個抽獎小卡 對就是 那拆了之後 搞不好還有什麼獎品 再來一包 這個 你這包封得很堅 我其實每一包都封得很堅 那這個很多人 下次豆子少放一點 其實我覺得這樣還不錯 出來 怎麼那麼困難 還有一包在裡面 你就一次要抽五包就是了 有一次解決 那這五號 所以 因為這批豆子其實是 哲豪跟周知元一起做的 所以他對於生豆還有整個處理的過程 是非常熟悉的 那我們第一個先從哪裡開始 我們按照號碼喝吧 所以如果 各位手上還有留熟豆的話 你們可以在家裡衝 這是我們最早的設計 想說 你可以跟我們 我們雖然沒有辦法 坐在一起喝咖啡 現在 當然台灣的疫情狀況 是比較和諾 但是 最早的設想是 就是說 沒辦法跟我們坐在一起喝咖啡 我們討論它有什麼味道 不然 就每個人 買一包帶回去喝 那我們一起來討論它有什麼味道 一起聊聊天 台灣歸下 你知道是曾經飆到多少錢嗎 那是不可思議的天價 我覺得 其實當初我覺得 這價錢是超貨錢的 然後原來後來還有送課程 其實我是沒有搞清楚 到底是上課送豆子 還是買豆子送課程 其實我也沒有搞錯這個時候 但是我覺得其實 光是買豆子 就已經超超值了 其實就是這樣子 我們當初設想就是說 反正大家的疫情這一波 就感覺應該在線上做些什麼事情 這個名正言順 同時 也是我們還是想趁這個機會 可以分享一下好咖啡 先說喝哪一包 後面要等著抽 1號 1號 沒有偷換 太緊張了 沒有偷換 換成卡路 卡路 這個要抽獎才有的 其實我是覺得這次的豆子 真的滿不簡單 你有喝嗎 你喝了嗎 我喝了其實我們 因為我要抓一個 等一下是爆雷 不會啦 我也沒什麼雷好不好 就是我在轟完之後 隔天我就背車 因為其實我們做烘焙師 我們還是有這樣的一個工作習慣 在烘完之後 那 所以你偷喝掉我的量 沒有 那個 我們當初在抓 事實上這個 剛剛講到一點烘焙的專業就是 事實上這些豆子的含水率 我們都檢查過 那我們也有算過 那烘完之後的濕重 應該會比預期來的少一點點 那個剛好就是我可以背車的量 沒有跟我說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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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失重比預期多個5% 其實是我自己喝掉了這樣 對對對 其實我們通常想要outdoor子就會講 我們失重會多做一點 沒有我知道 以前過海關的時候 就不知道為什麼Gashan 會不會抽走 其他包在柳岸上 那抽走還好 那有的時候 就是在船上運運 那個水一蒸掉 就自然就失重掉了 是 所以這個 其實我是已經 當然有喝了一下 那再怎麼說 我們自己做烘焙 一定要知道自己搞成什麼樣子 那我那時候說跟周祖元其實我們也認識很久 那鄭倫其實鬥志一戰已經很久了 等一下我打斷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綜藝風格大家可以接受嗎 如果覺得這個綜藝風格還不錯的話 我應該看一下 有人說聲音有點小 來誰聲音太小 說 是哲豪還是我的 肯定是我 小賴在上面 我看還有誰 如果覺得這個綜藝風格還不錯請幫我按個愛心 沒有什麼愛心啊 很好招 欸打個啥嗎 有愛心跟在是不一樣 突然都出來了 因為這跟我們下午的課程是完全不一樣的風格 我們下午課程很認真的去斟酌我們的字句 試圖用比較政治正確 而且在應用上面也是正確的語彙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一直很怕下午大家會睡著 那晚上反正大家吃完飯嘛喝喝咖啡 應該要有點綜藝風格 其實吃完飯才容易睡覺的時候 對對對所以大家要綜藝風格 才要讓大家稍微醒一下 不然可能大家受不了 其實我平常是蠻嚴肅的 那哲昊平常也是蠻嚴肅的 可是我跟你講 我跟哲豪熱是算一算可能有六年以上 那如果再加上曾經年少的那 年少的事情就不說了 我跟他其實很少的症情 所以你算現實的時候 不過OK啦我覺得其實 回來講 不行我覺得還是要給大家就是欲教欲樂一下 我覺得很像這一次阿里山周竹人的豆子 然後Q老師跳下去做 然後又是我轟的捏 重點 重點是這個是周竹人的豆子 對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都只是插花 因為這才是無可取代啦 你要說烘焙師台灣好的烘焙師那麼多 例如說賴什麼權或是什麼 在線上嗎 或是什麼什麼 可以親人嗎 對對對 其實也有很多很有名的烘焙師 台灣烘焙師那麼多 那像我們這種做杯舌 台灣杯舌是一個很多 可是台灣沒有烘焙師多 沒有烘焙師多 可是更少是台灣咖啡農 所以實際 就跟我們 話題又變嚴肅了 對不起 就跟我們課程最後說的 就是說真的 實際應該要把咖啡豆紅 一杯咖啡的榮藥回歸回來 應該是在農園實際耕作的人 實際生產的人 像我們這種偶爾上去山上 做一點點東西去插個花的 其實是在沾農民的光 那坦白說要不是周竹人發展那麼好 我來喝咖啡 越講越嚴肅 我突然不知道怎麼接你的話 我們先喝咖啡 第一個是 這邊 這個是60小時的有氧愈發酵日賽 來幫我們請這個 澤豪幫我們 我們下午課程的時候 沒有跟大家講太多我們實驗怎麼做 我們這個實驗概念是這樣子 我們最早最早的設計是想要做四種不同的日曬 這四種不同的日曬 包含其中一組對照組 就是說 我不做其他的氣體處理 我就只是放在那邊 跟其他的東西是放在同樣的環境 那另外三種呢 我們做三種不同的 不同的厭氧處理 同樣是厭氧處理 但是我們用三種不同的手段 一種是 我就只是把它封起來 讓咖啡果實 咖啡種子 自然而然去利用掉 那個密封空間裡面的厭氧狀態 另外兩種呢 分別是用惡氧狀態 我畫你一下子 好多分 講重點 另外兩種分別是用不同的這個惡性氣體 就是具有惡性的氣體 但是不是惡性氣體 一個是二氧化碳 另外一個就是氮氣 那為什麼會使用二氧化碳跟氮氣 當然二氧化碳大家很有名 我們說二氧化碳精緻法 氮氣大家會想到什麼 你會想到什麼氮氣 泡泡會很多的那種酒啊 對對對 建立式 金氏世界紀錄的那種Gennis 對不對 我是學原藝的嘛 所以我會想到一些食品的 可能是氮氣的包裝 可是或許有人會想到說 欸 腳踏車腳踏車裡面充空氣 空氣啊 腳踏車裡面有充彈的嗎 沒有 欸有 有比賽的時候 汽車其實有一些車輛它會特別 那為什麼要充彈 它會讓行駛的時候穩定性比較好 反正因為它相對來說 它是比空氣更惰性 那裡面沒有氧氣沒有其他東西 比較單純 比較不會產生反應 那所以這是我們最早的想法 可是我有聽到一個討論 那邊文獻我有點忘記了 就是有人說用氮氣做的咖啡不好喝 我後來找不太到這邊討論 但是我沒有聽過這樣的說法 所以為什麼大家用二氧化碳 因為二氧化碳好像 沒有聽過有人說用二氧化碳做的咖啡不好喝 然後還有另外就是紅酒 葡萄酒也用二氧化碳做 可是氮氣拿來做的好像只有啤酒而已 現在是氮氣咖啡 可是也有人 就是有其他研究說 就是處理法前面的過世 這邊如果我用氮氣去醃 會有個怪味 那我懷疑可能它用的氮氣不純 或是它使用的氮氣的工業 不是比較偏工業的氮氣 不是食品等級氮氣 有可能 反正我們最早是這樣子 後來我發現實驗材料有多一點點 那後來就跟阿倫跟方正倫 我們咖啡王子在山上討論 說不然這樣子 我們就用你平常 如果有豆子怎麼做 我們就怎麼做 所以就直接用烘茶的烘香 從頭烘到尾 概念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有五種不同的處理法 那等於說這裡面的其中三種 是我們做的跟一般人做的不一樣的東西 那第一種這個是比較有趣 我們叫做有氧育發酵 什麼叫有氧育發酵 這是我們自己定的名詞 當然在其他場合裡面 這個狀況可能不太一樣 其實這次的去山上做我就剛好 因為這個其實是在什麼時候 2月 對2月底 那一場很多人去喔 那一場像我們達文西咖啡 我們團隊有趣就是 最優秀的店長 蔡智陽先生 對我沒有去 可是帶了一家老小上去 沒有一家七小上去 我沒有去 對所以其實 只要剛講了很多東西 我就很狀況 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上去 跟你就沒好話啊 跟你去我怕影響你做事 是是是 我們忙得要命 根本也不會跟你說話 那所以我去不去哪兒 那一場滿有趣的 我們甚至有日本的朋友 有一個谷村先生 有一起上去 也是我們好朋友 然後以及這個 我們在長居在埔里的 有一個北海道大學農學博士 一個斯卡上 也有一起跟我們上去做這個實驗 那其實那是很有趣的經驗 那我覺得也是台灣得天獨厚 好吧 我們準備第二個吧 還沒還沒還沒討論 第一個都還沒喝 那第二個可以交給他們先沖 你喝到什麼東西 我在說怎麼做 哇天啊 你在一個Q老師旁邊問這種問題 蛤 再來一點 留一點我們等一下放涼做比較 你到你的有沒有 那我們希望大家是 可以先記一下這個味道 現場有沒有人要 涼的時候可以再比較一下 現場有沒有人要試試看 開放一點讓現場 你說開放call in call out 或是刪去吧 沒有現在趕快來喝 我們也接手啦 對就是你現在看直播 如果你趕得過來 我們可以讓你來喝 這沒有問題 我認為是這樣 這次咖啡它基本的這個 果香其實是相當明確 畢竟是日曬法 那加上說這種高海拔 Geisha裡面會跑出來 類似像哈密瓜香瓜的香氣是很明確 那以我對這個咖啡的了解 跟我的印象來講 它跟其他支樣本 其他支樣本也有同樣的 剛剛我說的這些味道 強弱當然有一點點差別 但我感覺這一支的風味 是相對來說 反而是比較複雜 比較複雜 比較 口感都感覺東西比較多的 是什麼東西可能不太好說 但是 我覺得基本的堅果甜啊 那或者是有點像是 蔓越莓乾啊 類似像這樣子的表現 是我會對它的印象點 嗯 我不確定我今天喝起來 喝其他支會不會 敘述其實都差不多 所以喝起來差不多 我也覺得很難 這也是有問題的 那我必須坦白說 我們之前做的這個 公開的悲哲會去統計啊 其實大家的給分 所有人給分都不太一樣 可是以群體來給分 其實是不顯著的 但趨勢不顯著 趨勢其實是不顯著的 所以這很有趣 就是我們做了完全不同的處理法 可是最後 以做一個群體其實 好壞的判定是不顯著 那這個不顯著 不代表實驗沒有成功 是代表說 就是第一個在價值判斷上面 可能青菜羅伯克有什麼好 那另外一點就是 他們風味上面的這個明確程度呢 可能我們這一次的處理的強度 不夠強也不一定 但是辣的A 辣的1 跟其他辣的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在於 五千里也讓他們拔2 對不然等一下這樣弄下去 對對對 這個 那拔 辣的1跟其他辣的最大的差別是 他採收下來啊 60個小時都放在一個桶子裡面 沒有蓋子 就放在那個桶子 所以我就跟這個方鎮倫說 我就說這個 就像我們把豆子採摘下來 然後旺在倉庫裡面兩天半 就是這樣子 那兩天半他當然會有一些 可能會覺得有點蚊蟲在旁邊繞 可是他其實在食品安全上面是很OK的 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豆子也沒有網 我還會轟他 他會有到很高的溫度 沒有網腐敗 你不要越描越遠 所以說當然 不怕果是因為新鮮嘛 就跟我們芒果放在室內 其實 就算沒有壞 可能隔天就會看到 有些小小的東西 那個時候山上溫度大概多少 那個山上其實蠻涼的 對啊 應該二夜的時候 所以代表說他的進程 其實比我們想像中來的慢 其實應該是慢的 來的慢 其實是還蠻涼爽的天氣 真的蠻舒服的天氣 中午會有點溫 如果在太陽下 但是其他的時間 包含我們因為要觀察別的實驗 所以我們還要半夜三點去 其實半夜三點是蠻冷的 是會冷的 不穿衣服不行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旺在倉庫裡面兩天半的成果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對照 這個LOT1跟LOT5 LOT5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從頭烘到尾 從頭用烘箱烘到尾 它是一個很好的對照 因為這兩種處理法 是我們說的處理法裡面 成本最低的方法 我們沒有用太多氣 沒有用別的東西去包裝它 就很簡單讓它這樣放 那可是就算這樣放 它的味道也會不一樣 它的技術性也是相對比較簡單一點 對這也是比較有機會 在田裡面 就任何農民都有機會實施的一種做法 不需要太多的投資 不需要太多的投資 那只是你自己要管好你的狀況 自己去做好偏側 那所以一般來說 如果沒有想說要投資什麼的話 有些農民也會這樣去做一點點 小批量的嘗試 OK 那這也是蠻有趣的一點 在這裡 好啊那 對於LOT1大概就這樣 大家 你沒有說你喝到什麼味道 烘焙士 發酵水果啊 瓜類啊 我怎麼覺得你好像有點偷懶 今天的通告費 芒果 芒果 芒果是我剛剛在說的 沒有你剛剛沒有說芒果 我有記得 你剛才講的東西我有記得 你就是沒有講到芒果 我沒有說 OK 好 再來我們要換第二個 所以第二個是 六十小時的厭養育發酵日散 其實說真的這些詞 對於一般的喝咖啡的大眾來說 我真的覺得是有點距離感 就是 你像我們天天在 紅天天在喝 所以我們通常會取分析的名稱 例如說 厭養 厭養 就是中文叫厭養 聽起來就好像沒什麼了不起 可是日文呢 氧化跟酸化是同一個漢字 所以我就說 這叫做無酸化發酵咖啡 聽起來就很厲害對不對 什麼是無酸化發酵咖啡 我們可以叫窒息咖啡 窒息咖啡聽起來就很不行 誰想喝窒息的咖啡 可是聽起來不是 我覺得總比取一些以前的人 那不然就尋找到什麼動名咖啡之類的 聽起來就覺得很珍惜 網紅就是這樣一做 沒有我們今天其實是應該 剛剛說了那麼多廢話 我想告訴大家是 很多名詞如果我沒有去現場看 沒有跟你解釋 其實它什麼都不代表 因為我們不知道它怎麼做 那今天也是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這幾個處理法 到底實際的處理細節是怎麼樣 所以 包含是我們的烘焙師 可能也不見得聽得那麼清楚 就是說 像我們LOT2 你下午的課我有上去聽了 謝謝 可是我沒有告訴大家是怎麼做的 對 沒錯 所以LOT2 的做法 請你把我服務一下 畢竟我來 來你先說 你先說 LOT2呢 就是採收過來的果實 採收下來之後 丟到密封的容器裡面 160個小時 就這樣 就是在低氧氣的環境 幾乎在沒有氧氣的情況下 對 但是它不是一開始沒有氧氣 因為一開始它就是通常的空氣 對啊 因為你容器之間 自然而然會有空氣在這個 但是我們把密封起來 排掉一些主要的空氣 它只留下果實跟果實之間的孔隙 這樣程度的空氣 那我們接下來期待的事情 就是它會在這60個小時內 慢慢把這空間裡面的氧氣給用掉 然後可能排除二氧化碳 可是它沒有排除二氧化碳 沒有排除氧氣在裡面 一開始對它的影響 就是還是有微氧氣的一個環境 還是會有微氧氣的一個環境 所以我們是這樣做的 那這個東西對大家來講成本也不高 因為我們雖然是用一個密封的桶子 是優格桶 但是你也可以使用 例如說Green Pro 或是用彩葉袋 你只要用密度夠高的一個密封容器 避免氣體可以自由進出 其實就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玻璃罐 玻璃罐也可以 但是你軟一點可以稍微壓 或是你盡量放滿一點 然後讓它填滿 那你的效果會 就是把它悶在那個桶子裡面 就是帶著果肉 就是反正果實就直接丟進去 它是日曬喔 但是裡面除了就是放果實也沒有 所以我們這個不同的燕養處理 其實都是脫皮之前 就是日曬處理的燕養 然後就丟到桶子裡 裡面也沒有去加任何的其他東西 沒有加具沒有加什麼東西 然後盡可能把它塞滿 盡可能把它塞滿 然後再把它蓋起來 OK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那個桶子裡面 已經被果實塞滿了 然後所以它裡面的空氣就很少了 那在今天下午的時候也講到 反正空氣裡面大概有兩成是氧氣 對 所以那個已經很少的空氣裡面 又只有兩成是氧氣 所以基本上已經沒有什麼氧氣的情況 然後在裡面悶60個小時 對 它想說有那麼多咖啡果實 其實咖啡cherry在調爆爆油 它們需要呼吸 然後慢慢就會發現 你會呼吸不太到空氣了 就沒有空氣了 對 所以就是缺氧日曬 自喜日曬 自喜可以這樣說 可是我們可以想見 如果再還記得我們下午的投影片 有一個台灣咖啡協會循環 不是 這個檸檬酸循環 TCA cycle TCA cycle 檸檬酸循環 在沒有氧氣的時候它不會進行 它會走另外一組件 它會消耗裡面的糖 所以可能 接下來的三種不同處理的艷氧 包含這一種 可能都會消耗掉裡面比較多的糖 可能 這是我們預想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它沒有氧氣了 但它還有能量 它還要活下去 那我就只好用別的方式去生成我的能量 生成我的ATP 概念是這樣子 那有可能微生物相或什麼也會產生一點點變化 例如說 下午如果大家還記得這樣走的話 那可能 醋酸菌跟這個有氏針菌 可能是比較不容易長 可能會長 因為那個桶子裡面 應該都是 酸菌 這個自然的環境裡面 菌會黏在咖啡的果實表面 所以咖啡果實表面本來就很多菌 那咖啡果實內部呢 如果是新材在下來的 它裡面的菌量是很少的 因為它結構是完全沒有被感染進去 所以主要就是外皮可能還是有些 如果這個結構被破壞了呢 例如說我們知道二氧化碳 有時候會有細胞毒性 會更快的破壞它的結構 那就有可能它走得更快 所以這個我額外問一個 可能有一點關係 所以在不同的產地 確實有一種說法 就是因為環境菌種 也會造成它就算做香腸的處理法 會產生不同的風味 對 這種說法其實是成立的 其實是成立的 但是我會認為在脫皮的處理法裡面 會反應更明顯 日曬會反應比較慢一點 所以你所謂脫皮處理法就是包括 像蜜處理或是水洗的那些 我認為它製造了傷口 然後它的前面進程比較快 如果還記得下午頭影片 有一個2005年的一個研究吧 那2005那份研究就有講說 什麼時候它的發酵反應 是比較劇烈的 那其實專案反應比較劇烈的時候 通常它的表面的微生物 就是其它的發酵反應 有可能會比較劇烈 通常 這一些反應也相對比較劇烈 也可能 對 雖然我沒有別的研究去支撐這個論述 可是我們有點想 當然 就是比較容易發生的狀況 OK 好 好吧 喝吧 再喝 然後喝到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大家想知道的 就是 就是跟上一杯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你會發現這一支咖啡 它其實有點偏向豆腐乳的調性比較強 像是醬油或味噌 它比較偏向這種發酵的豆味 那 它的 剛剛說的 有一種說法叫 硬形 硬形 對 是有這種感覺 有點這種感覺 那 它的比較像是剛剛說的瓜果 或者比較清爽的氣息 在這一支 喝起來是比較弱一點點 對 可是反過來說 感覺這個發酵程度 或者是它的整體的 muscle 整體的甜感 好像反而比較多 這其實跟我們剛剛的疫情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因為我剛剛說 好像燕雅應該會用掉 比較多的糖 可是 實際上我們說的糖 跟我們用掉的甜感 這其實兩天 可能被我烘焙的時候用掉 可能被你烘焙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還有什麼 烘焙的時候其實糖 很多都 都有可能會因為烘焙的關係 它變成別的東西 那當然我們所謂的甜感的來源 不漸的是糖 通常不漸的是糖 也許是一種香氣的 可能是乾液油 或是其他東西 或是等於香氣的交感作用 這是有可能 但是我覺得蠻明顯的 就是這支的燕氧風格 是有被創造出來的 但是在我們之前 悲哲活動辦的時候 在分數統計的上面 很難說誰的分數比較高 它有差異性啊 所以你說它的趨勢不明顯 沒有特別強的一個感受的表現出現 對對對 OK 好吧 那我們應該差不多要走到第三個 對喔 剛剛沒有來得及那個 對 你先 來 這個先 麻煩你們 然後請澤豪幫我們簡單講 來第三個是 就是60小時二氧化碳靜置日散 60小時 但是如果就前面的說法 這個應該是把它泡在二氧化碳裡面的 沒錯 所以這看起來設備就是要有特別的需求 我們想像說好像要做氣體調控很困難 但是其實以二氧化碳來講相對來說是輕鬆的 為什麼 因為二氧化碳比空氣比重重 所以如果要做簡易的二氧化碳 你就不注意在下面 對 你只要把你的排氣是從下面往上排 慢慢淹過去 那你確保你的通氣量可以把它覆蓋掉 把裡面的氣體都排出來 基本上它二氧化碳密度是夠高的 那當然 我們這次試驗的做法是 我們先放很多氣體進去我們的容器裡面 然後盡量把它放滿 然後甚至讓它排氣一陣子 因為我們避免果實可能內部還有一點點氧氣跟其他的東西 那把它排掉之後再把它密封起來 然後就擺了兩天半 只是處理60個小時 概念是這樣 所以它是自然排氣讓它把氣體頂上去 把二氧化碳留在下面 所以是用自然空氣打 我們用鋼瓶 我們帶了一個有壓力的鋼瓶去 所以有壓力鋼瓶 它就 那個鋼瓶裡面是自然空氣 裡面是二氧化碳 就是二氧化碳鋼瓶 你二氧化碳鋼瓶 是跟我們就是八台會用的 有點像 但是當然比較大 它比較大隻 OK 了解 會比較接近 例如說 如果你們是開餐飲店的 你們店裡面有賣這種壓式的口可樂機 那可能二氧化碳鋼瓶就會在你的店後面 對 它有一個桶子 有點像是那種東西 一整桶 然後放進去 然後去把它灌 那這個算是比較簡易的做法 如果你要再更複雜一點 更確保它 百分之百沒有其他空氣的話 其實你應該要整個試驗60個小時 持續通緝 就是不斷的灌二氧化碳 那這個是可以確保說 你沒有其他氣體 因為它一直處於一個 二氧化碳的鎮壓環境 那就不會有其他的氣體跑進去 可是這代表說 你的二氧化碳的供給不能停 你可能需要很大量的 比較大量的二氧化碳鋼瓶 那要擺60個小時 那這樣有沒有可能就是 在處理的過程當中 因為我相信 它在這個處理的過程 一定也會有一些豆子本身 因為反應產生了一些其他的氣體物質 但是如果這樣子一直擺的情況 那些氣體物質有可能會被帶走 就可以避免這樣的狀況產生 就可以確保 那也許 我不知道 就我的想法 它也許是一個優勢 也許也可能就是造成另外一種變化 那當然我們越嚴重的處理法 未來複製在產業應用的困難度就越高 這是可以被預期的 那只是說 我們這個模式來講 還是希望說它盡量沒有氧氣 盡量排除氧氣跟自然空氣的影響 來看看說二氧化碳 是不是可以比我們單純的 剛剛的LUT2 只是把它封起來 產生更多不同的差異 所以接下來就算是一個試驗 我們既然花了成本去買二氧化碳 而二氧化碳又如同我剛剛說的 比氮氣貴 比氮氣貴 因為它的生產成分比氮氣高 對 因為空氣中比較少 空氣中比較少 所以你不能用空氣壓縮 你可能要用另外的呼吸作用或發酵的產物 然後去把二氧化碳送進去 因為是這樣做 那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可以試試看 它到底喝起來感覺是怎麼樣 OK 後面應該也快好了 那我大概講一下就是這幾隻豆子的烘法 然後這個控制 因為其實對我來講 這豆子最好不要有太多烘焙式的渲染 這是實話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能夠喝到的是在生豆端 但是我不想喝到難喝的咖啡 交給我 除非你豆子夠爛 只要豆子不要太爛 我是不會把它弄得太爛 如果我們找達文西的話 就是不想喝到難喝的咖啡 對 就是你只要豆子不是太爛 我來處理都不會太爛 不然的話 我就在家裡自己用平底鍋自己炒一炒 你應該這樣試試看 一公斤炒起來挺爽的 不要這個價錢太高 對 所以其實我當初在烘的時候 我大概沒有做太 我幾乎沒有什麼做手法進去 但是其實我又不太喜歡 照你們那個Q系統的那種傳統的老烘法 那如果這樣烘這些豆子一定全部都完蛋 對不起 對啊 反正Q老師也點頭 那不是Q系統 那是LCA Protocol 好吧 OK 反正你都能搞 我也不管你 然後 所以我當初其實盡可能的讓 河變反應會產生的 共通型的風味盡可能不要讓它出現太多 我覺得大家所熟知的什麼焦糖 可可巧克力 或者是一些河果烤肉類型的 我盡可能讓它壓低它有出現 那在這類型的風味不要出現的情況下 你在這類型的風味不要出現的情況下 你在這類型的風味就讓它更前面 你要不要讓它更後面 那更後面當然不可能啊 我不可能把這些豆子全部烘成炭 所以一定是選擇一個是更淺度的烘焙 但是更淺度的烘焙其實就我接觸反正 台灣的烘焙是很多 但是前輩大家都怕沒熟嘛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剛好讓豆子熟 把它炒熟的最淺的可能性 去操作這隻豆子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這五隻豆子 當然它的生豆物理我在拿到豆子的時候 好 我們來聊聊看這隻咖啡喝下怎麼樣 好吧 簡單來講我就是很簡單的把它們都烘熟 而且用一樣的烘焙 OK 好不好 打斷人家說話真的很沒有道德 不不不不 你欠著就好 我覺得它的酸感有比較明亮 我覺得它比較瘦 這隻咖啡比較瘦 它整體是比較細的 酸感比較明亮 對 它剛好比較明亮 然後比剛剛那隻輕盈很多 而且雜味比較少 對 這隻的乾淨度 然後在整個線條紋理上面的感受都是比較清楚 so far是比前兩隻來的更瘦更淡 感覺跟文理清晰的一個狀況 跟文理清晰 對 其實我覺得這隻 你沖髮都一樣嘛 對啊 沒有在沖髮上做什麼 不要質疑你自己的同事 實在是很沒有道德 確認一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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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所以這隻其實如果就我來喝 我會覺得在花屬性的調性 有比前面兩款多一點 它在帶花的這種感受跟香氣上 那它會如果就傳統 我們只針對像日曬或水洗的處理的話 我會覺得它會比較沒像前面兩款的日曬感這麼強 我比你的話說太長 我先把這個拿 對對對 那好吧 來 第四隻 我拿夠去了 對 沒有啊 應該 你要 來介紹一下 來 我先介紹一下 第四隻 這個 OK 就是我們剛才說 就是哲豪說經驗當中好像很多人說這樣不好喝的 60小時它是泡在氮氣裡面 對 氮氣 我們做一下氮氣跟未染化的那個比較圖 如果這時候我們有做後製的話 就可以在這邊有一個table 然後它的優劣來比較 好 氮氣跟二氧化在哪一個 在成本上面誰比較便宜 氮氣比較便宜 氮氣如果我們沒有要求到10兵等級的自彈的話 其實用小台的這個空氣壓縮機 就有機會做氮氣的生成的這個技術 所以有一些可能機車行可能店裡面 或是汽車行裡面就有這個氮氣的生成機 打在輪胎裡面 然後氮氣的安定性呢 普遍來說是比二氧化碳來的高的 普遍來說至少在食品工業的應用裡面 在包裝食品用氮氣也比較多 我不確定這個東西是不是有科學根據 但是我的刻板印象是這樣子 至少我們打開玉米脆片裡面 一般放的是氮氣不是二氧化碳 然後呢 但是氮氣跟二氧化碳比 二氧化碳比重比較 比空氣重 因為二氧化碳有兩個氧加上一個碳 所以它的分子量等於是16乘以2加上12 所以它比較重比空氣重 那氮氣呢 氮氣的分子量14乘以2 28 燒輕一點 燒輕一點 所以在使用的時候 其實你要像二氧化碳一樣這樣子 去把它用堆積的方式 從下面放上去把它蓋過去是比較 相對來說比較難的 你就是一直灌它嗎 所以你應該要持續的灌它 或是你要灌更多 確保被淹過去的都是氮氣 那當然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排氣要向下排氣會比較好 所以你給氣的時候從上面給 然後排氣從下面給 因為它還是輕一點點的概念 對它等於是比較 比空氣輕一點 因為我們要把空氣先擠掉 概念上面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推氮氣 就是因為氮氣相對以後 製氮的成本是比較低的 所以如果氮氣這個做法 應用起來跟二氧化碳差不多 那我們會優先用氮氣 因為氮氣成本低 那這是很合理的 那一般來說 如果我的莊園夠大 然後我想大規模的持續生產氮氣 是很簡單的事情 可是我要持續生產二氧化碳 那我要另外做二氧化碳槽 跟二氧化碳的氣體收集器 再加上說二氧化碳呢 有一個細胞毒性 在細胞的層級下面就有細胞毒性 所以它對於植物體的細胞是有毒性的 對於生物體的細胞是有毒性的 對於人 有時候我們呼吸到高濃度的二氧化碳 也有可能會瞬間休克 也不一定 但是氮氣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氮氣空氣中到底都是濃度 濃度已經夠高了 對濃度已經很高了 所以突然之間我們呼吸到一個純氮氣 當然氮氣跟二氧化碳都是很危險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都無色無味 你長期身體暴露在那個環境裡面 如果沒有察覺是很危險的事情 可是相對來說它的危險性 不會有二氧化碳那麼高 在操作上面 特別是我們要做 不管是任何的氣體靜置法 或是硬眼發酵 那如果你使用的草很大 人可以走進去的時候 那這都很危險 所以考慮到這樣子 我們認為 如果氮氣可以用的話 那這其實是可以 是可以推薦農民 可以考慮使用 等於是這樣的結構 前提是這個風味是大家喜歡的 那如果做出來風味好像大家不喜歡 那就 我們還是用傳統的處理法吧 概念是這樣 現在處理場用氮氣的這種 沒有 我沒聽過有人商業上面使用氮氣 目前還沒有聽過 那可能原因就是因為 我剛剛有聽過這樣的傳聞 就是說 很多人覺得用氮氣好風味不好 我們其實 我們當然目前接觸到就是 就是大家可能 在咖啡館喝到的冰咖啡 它是用氮氣去把它壓出來的 對 那其實大家家那種設備 就是一支氮氣瓶 然後冷咖啡進去 然後把它推起來 然後 它會出來一些很有趣的 creaming的一些泡沫 所以 那個你一開始談到像 建立斯 他也是用類似這樣的一種泡沫 用類似這樣的做法 所以建立斯那個泡沫 它是因為氮氣 對 它的氮氣在一般飲料店裡面 它的乳化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它的氣體跟它裡面的物質 還有水油質 它混合在一起 那種泡沫感會感覺更好 比較細 我們實際喝起來感覺比較細 所以如果有做氣泡咖啡的話 可能會發現 如果是用二氧化蛋 那個氣泡會散得很快 可是如果你有氮氣 它氣泡的釋放速度就比較慢 二氧化蛋一般來講 會覺得比較蠟口 在做飲料 但是這個做法 跟我們說的這個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對啊 因為它是完全不同的工種 它在前面 所以 因為這個氮氣其實它主要還是讓它發酵的時候 採取氣體 去做一些孔子 但是我們實際 我們剛才講到那個部分 是用什麼樣的氣體 已經打進咖啡 或是其他飲料當中會產生的口感 或是風味上的差異性 好吧 喝吧 我覺得它明顯比前一支二氧化蛋來的重 也比較複雜 它的複雜感 感覺甚至比 感覺是我們喝到現在為止最複雜也不一定 今天我的感覺是這樣 跟我那個杯色的感覺好像不太一樣 非常好 但是那個複雜 就是 你也可以把它簡化成它就比較雜一點 比較雜 就是重量感比較重 對 然後 像上一支二氧化蛋我們就是說 感覺它線條很清晰 但是這個線條感覺就是有點毛邊 嗯 這樣的一個形式 它不是這麼樣的細緻 但是它的複雜度高一點 它的風味發展方向不是像是 豆製品發向那個發展方向 它還是比較偏果香 對 還是走水果調性 它其實跟上一支二氧化碳的屬性 會比較近一點點 就是前面的第一個跟第二個 它會比較像是 剛才我們談到像可能 甚至有點像豆製品發酵 但是第三跟第四個 這個無論是二氧化碳或是氮氣的一個 預發酵 那它其實喝起來還是相對的比較清晰 然後走比較花這一塊的香氣為主 我們是現場喝到的結果 但你那天杯色喝到什麼時候 我看看 你看我當初寫的 對 其實我們 我當初在杯色的時候 我也是覺得這支喝起來 沒有那麼像傳統的 日賽堡的那個感受在 尾韻也好像比較粗糙一點 對它就比較雜味多一點點 感覺比較雜一點點 所以或許是因為這樣的元素 所以有些人就覺得好像氮氣不太行 有可能有這樣的效果 但是我覺得氮氣的處理應該是會比 就是一般的空氣的燕氧發酵 傳統就是無添加燕氧發酵 來得更往膿的方向走一點才對 感覺是有一點這樣的感覺 有一種感官品品的做法是這樣子 你喝到第一杯咖啡放在桌子的正中間 然後我們把喝到的另外一個咖啡 就開始跟它有多近 就代表它的味道有多遠 所以我會覺得第二杯的這個 辣的鵝兒我們剛剛說是比較偏 豆腐乳的味道 放在這裡 那我覺得二氧化碳的處理法 這個風味呢 感覺是跟辣的鵝兒是完全不同的調性 比較偏果香 那剛剛的這個氮氣呢 就感覺好像是辣的鵝兒這邊 可能是類似這樣子的感覺 感覺有點像這樣 它的風味的距離感 有點像這樣子 我先把辣特5拿過去 對可以先後面請他們幫忙準備一下 有點像這樣的感覺 這個太學術 我還有辣特5還沒擺 你好過分 好來 那辣特5 辣特5在這裡 那我們就彈最後一個 辣特5 這個是傳統日賽 所以傳統日賽 它是怎麼樣操作的情況 我們雖然寫傳統日賽 可是其實它在整個發展的時候 不見得有碰到太遠 對 下午的時候有說到 對 我們是完全的使用這個 機械乾燥的方式進行的傳統日賽 所以它從頭到尾呢 我們都是讓它在烘香裡面 用這種 有點烘茶式的烘香 把它平布在上面 然後讓它從頭到尾就這樣翻走 它是那個 大的 十字狀的那個香嗎 不是 是烘茶 就是等於一個 我們一般茶葉 那個原木 竹製的那個 像斗粒的那個東西 那個叫咖哩 通常一個咖哩 就把它抖一抖 然後放在一個板上面 然後一個板 就這樣就去烘 這樣子 等於是在那個板 那這個板上面烘的不是茶葉 是咖啡櫻桃 咖啡cherry 對 所以咖啡就從天果狀況 烘到最後變成這個葡萄乾 概念就是這樣子 這個大概烘了多久 這個烘了多久 我也不知道烘了多久 我要研究一下我們的紀錄 反正它就一直烘一直 對 烘到乾 烘到十一度 但是前面這些其實都是 這些60小時做完之後 再用機械乾燥 它後面還是要 因為它其實做完之後還是很濕 對對對 但是這個就是從頭到尾 沒有這些預製的動作 它就是從頭把它乾到尾 就對了 所以以電力的成本來講 就是它的成本當然是高的 可是以操作性來講 它的成本很簡單 是簡單的 因為你只要用機器 然後就只能吃電把它烘到乾 那所以對於農民來講 這個是相對不需要操勞的一種做法 那裡面的控制變因呢 不外乎就是你在烘箱裡面 調控的溫度 然後你的這個烘箱裡面的濕度狀況 大概掌握好烘多久 然後去烘到我們要的乾燥程度 可是它的變因相對來講是單純的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三種 等於是我們費勁心思勞心勞利用的 各式各樣的做法來做 那如果這個做起來比較好喝 那代表我們剛剛做的那個其實 不見得有價值啦 這代表我們做了一個 浪費大家這麼久時間的一個實驗 然後讓大家找個理由 把大家抓來喝的粥子圓給一下 其實我覺得能夠喝的粥子圓給一下 就已經挺好的 不管它是被什麼東西泡出來的 它這個其實是用電力去加熱它的 所以它是用電熱的 它是用電熱的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 要去思考一下這件事情 因為前面的這些東西 我們在談的都是有不同的氣體的 好 那個這個是 一號是正常氣體嗎 對 有氧 就是正常有氧 然後二號是厭氧 就是讓它沒有氧氣的情況 就是空氣很少 那三根四是二氧化碳氈氈氈氣 那這個就是一般的 簡單來講它應該就是一般的氣體環境 對 就是一般的氣體環境 一般的氣體環境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我們今天只討論氣體 我們這次實驗題做氣體的操作 但是呢 我們還有一些其他的微生物的狀況 其實是沒有沒有顧慮到 例如說 我們讓它從頭到尾 持續到烘焦裡面呆 雖然溫度不高 可是我們可以想見 這裡面的菌相變化 它的活熱程度可能不見得 會有剛剛60個小時裡面變化那麼旺盛 因為它持續有熱源加熱的時候 其實對這些微生物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所以它比較多的變化 可能是來自於咖啡豆本身內生的 我們剛剛說的發芽作用 你在下午的時候在談到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經驗上的數字是不要超過40度 不要超過40度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控制在這樣 對 差不多在這樣 就是40度以下的 但是其實事實上 你還可以想像是挺熱的情況 就是今天OK 那大概是幾度有影響 大概是35度到40度左右 我今天在講就是夏天大太陽 你在那個外面就待了好長一段時間 對 而且你想像如果蜜蜂的烘香 烘一烘裡面濕氣會往外面跑 所以裡面其實有點像在做SPA 這樣子就是三溫暖 三溫暖 蒸氣浴的這樣的感覺 好 來吧 咖啡通話我們喝喝看 其實這次咖啡我還是有印象 因為事實上它喝起來 就我那個時候杯測是跟前面四款的調性 就可以喝得出有比較有可被描述的差異 現在喝 我覺得它有點像剛剛的氮氣處理 加上這個厭氧處理 這是無調氣的厭氧處理的中間的感覺 我那個時候剛烘完之後隔天喝的結果 我是覺得它喝起來比較像傳統日曬 然後比較容易喝到 比較像是發酵葡萄這類的味道 不過當然這個豆子從烘好到現在應該有 我覺得你發酵葡萄這個說得很好 就是有點像這個萊姆酒禁葡萄 對 它是有這樣子的 有點那樣的調性 尤其我那個時候在這個地方 那當然因為說實在 我們畢竟喝咖啡的資歷有一定的時間 所以當然就從直到講五六年前 根本處理法是非常單純的世界 一直到這五年來整個處理法變得非常多元 所以事實上有些時候教課 我現在不太敢教處理法 因為跟我們過去的認知已經有多了太多太多 很新奇的東西出來 但是這個會讓我覺得比較像以前 喝日曬豆會出現的那個樣子 有可能 就是有的時候其實可能 我想其實在線上的這些愛好者 這些朋友你可能會聽到有一些人就說 OK 它其實它對特殊處理法沒有什麼大興趣 那它甚至還相對偏愛傳統飛機法 或者是某一些有歷史的傳統的日曬處理 我覺得它給我的一個感受就是這樣 它是讓我感覺喝起來比較像是那種 舊世紀吧 那種傳統的日曬法會出現的那個感受 就是你說不上它的風味的複雜度或是細緻度 真的會比前面來得優秀 但是我就可能就是因為一個習慣的關係 不會覺得它讓我覺得是more balance 我其實在今天可能因為直播的壓力 我更可以感覺到每一杯咖啡的差異性 所以我在杯冊的時候我一直有個想法說 這個咖啡如果我自己做一個三角杯冊 我到底分不分得出來誰是誰啊 我其實當初是有點沒有信心你知道嗎 喝完之後再盲測一次這樣 對對對 然後我覺得今天好像 今天喝得出來 不過我可以把它歸類到一件事我們養豆養好了 有可能 對不對 因為你那個時候喝多久以前 還有我們那時候烘焙時是我們更不講受技術的一種 就是杯冊樣本烘焙 你之前已經也先轟過 對對對 那個時候是這樣子 我不是用我們這一次的 烘焙時一定有差啦 OK 沒事沒事 OK 繼續 你真的很過分 真的很過分 你瞧不起我們專業的烘焙時 我沒有瞧不起 不是 其實大家都很厲害 大家都很厲害 我們表現幫忙不可能 好啦你自己挑一個啦 那個我們如果接下來有什麼產區杯冊 看你要選擇去哪個地方幫忙做我們這樣的烘焙 其實有些時候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就是 你們要喝一點嗎 來吧 來吧 因為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其實可能豆子的狀況很好 或者其實豆子狀況好 有些人就算了 它的容錯範圍是大的 我們有些時候在一些產區杯車 我們有些時候 我們已經知道那樣的一個產區條件 可能它先天比較辛苦一點 然後它可能在栽種上或是風土上面 沒有這麼樣的優勢 那這個時候其實烘焙要盡可能的 要把產生錯誤問題的可能性要降得更低 不然 說實在你烘豆是要能夠把原來到多少品質的豆子 要烘到更好 那個難度是太高了 那我甚至我覺得我烘豆的時間這麼久 我都沒有把握能夠這樣做吧 但是我確實要講的是有很多的不恰當的烘焙 把原來其實能夠有一定的表現的豆子給搞砸了 這個是我在過去一直以來在喝到一些 無論是別的烘豆絲 或者是產區杯車的時候 我會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那這當然我覺得 哲昊畢竟是一個很有經驗的產地的這個 觀察家 觀察家 對 因為你也沒有在真的跳下去中了他幾年 沒有沒有沒有 然後也是這個Q導師 所以其實烘焙有非常高度的見解比賽 那我的專業其實 當然啦 平常如果就只是一些愛好者 我當然可以跟你聊一聊生豆彈一彈處理法 可是畢竟今天的我旁邊的是哲昊 這個絕對是專家中的專家 那我就只能就擅長的烘焙來談這件事情 所以當然知道這次這件事情 找到我我也是還蠻欣慰的 就是至少我還能夠被專業者在另外的領域得到一些肯定 所以我當然事實上 我講起來看起來好像很輕鬆 但事實上我烘焙的過程還蠻認真 我還是在借沐浴了幾天之後才會做這些豆子 我們有一些那個下午的提問 就是這個密封容器加塑膠袋 跟密封容器本身在風味上面有差別嗎 這個實驗不太好做 但是如果假設密封都是密封的話 塑膠袋也沒有什麼溶解出來的話 我們應該想說是風味差異大概不大啦 應該是不會太大 那只是說加塑膠袋會不會讓它的密封性 或是氣體的這個掩蓋性更好 那可能是差在這裡的差別 因為如果只是用密封容器的話 或許你的容器本身的受限 跟你的排氣的狀況不太容易上去 可能就是看它的分子聚合狀況 聚合度越密度越大 空氣越不容易進出 對對對 那結束完了 大概是這樣子 不過這個問題還蠻有趣的 因為那很細節助理的問題 如果你真的要隔絕空氣進出的話 那可能選擇金屬或玻璃會是更好的選擇 對那一定的 然後你的排氣量要確保夠可以把它排進去 對對對 然後萬一它裡面排氣它比較大 針對氣體的分子量大小不同 你應該使用向上排氣或向上排氣 對這個要稍微選擇一下 去調整 所以會問這個感覺你很想在 更深入一點 很想在產地裡面做些什麼事情 哎呀 所以這個很值得期待 很有潛力的問題 OK 好下一個問題 機械乾燥的機械跟環境的氣味 會不會影響咖啡的氣味 這一般是肯定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的乾燥機 你的熱力循環沒有一個獨立的熱交換系統 你直接讓柴火 或者是你的乾燥熱源燃燒的東西 走到你的咖啡豆裡面 你自然就會散附到這個味道 你會想像一個東西嗎 辣肉 那個煙燻味 對 那就是因為掛在煙囪 不是辣肉 是周祖人的烤肉 周祖人的烤肉 周祖人的烤肉很快 他很快就可以烤出來給我們 那那個上面就會沾附一些 你知道就是那個 那些柴火會有 所以就一些有人 對直火機有一些迷戀就是這樣子 他會有一些 那甚至早期 我們有說這所謂的 碳焙咖啡有沒有 那有時候就是希望 好像不同的熱力 或是什麼 很渲染一些味道在裡面 對那如果你上面 不是放碳焙 你只是把我們檜木什麼 我相信你的咖啡都有 可能會有多少 可是如果一般 你有做熱交換的 你雖然你身處的處理廠 本身有一些氣體的環境在 那可是通常應該也不太容易吃到 咖啡豆裡面 因為你的熱力會提供一個鎮壓 那你只要你的鎮壓的熱氣來源 空氣是乾燥的 一般來說 咖啡不容易吃到這個味道 這樣子 我還有一個 發酵的溫度對於風味的影響 以及果實的甜度如何影響 我這個要先澄清一下 果實甜度會比較好解決 比較好解釋 因為我們說的一般就是糖度 糖度就是每個果實裡面 總共有換算成糖 它裡面大概有多少糖在裡面 我們稱之為糖質 稱為bricks 那這個糖度跟甜度本身 不見得有關係 糖度是一個百分比的意思 是一個百分比 對 它是一個百分比的概念 那甜度是我們人的感受 所以一般人的感受 我們可能會把它 就同等於蔗糖 或同等於葡萄糖 通常是用蔗糖 蔗糖是1啊 對 同等於蔗糖 它的甜度是多少這樣子 那但是糖度呢 在量測 它有 就是實際 是糖類的糖度 以及量測糖度 就是我們量到的可容性 性固性物加起來是多少 那這跟你的量測方法有關 那其實我們一般來說 會覺得果實裡面 有越高的糖度 我們在做任何的後製處理 會比較容易成功 比較容易有好的風味呈現 那一般來說 在處理下來 通常也代表你的糖度越高 你的密度會越高 密度越高 代表你每處理單位的容積裡面 你的重量會越高 那通常也代表你可以賣越多錢 至少在重量上面是這樣子 那在風味上面 通常代表你的風味會比較好 那這是一個相關性的問題 但實際上會如何影響風味 不知道 糖度 糖度 然後還有什麼 發酵溫度對風味影響 這一題我們跳過 因為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要超過40度就對了 肝臟 但是發酵的時候幾度 不好說 甚至也有人在發酵之前 用類似像茶精 做熱處理的殺精處理 去讓它整個菌象重來 或是中斷它裡面的生物火星 也有 我有聽過這樣的做法 對風味怎麼影響 不知道 在鏡頭前面的各位 在影片前面的各位 在螢幕前面的各位 如果你對於農學研究 對後製處理有興趣 拜託 在你學 碩士班 博士班的時候 請你一定要探討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 對全世界的咖啡產業都很有價值 可以寫論文了 這個很值得討論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做這個題目 請歡迎跟我們聯絡 因為我們 我可以幫你烘豆子 有免費的烘焙師 蔡志宇烘豆子很貴 不行不行 我烘豆的東西一定它要有表現出來 要有貢獻 要有貢獻 對 所以歡迎跟你交換 那跟我們交換就好 不是所謂跟我貢獻 就是它的東西 就是真的最後可以被寫成論文 那我介紹這個世界咖啡烘焙冠軍 賴玉泉給你 你們可以去找賴玉泉 他這麼忙 OK 好啦來繼續 處理法對峰會感傷可以到什麼程度 你們現在喝到 在你們心中到底喝起來的差異是多少 這就是處理法可以表現的 而我必須說 它是同樣的身重 今天我們雖然使用60個小時的處理 可是在我心中 這個處理的強度其實是不夠強的 因為在現場的平均溫度 跟我預期的平均溫度 其實稍微來講有點低 所以就代表說整個微生物 或是它發芽的進程 其實在我心目中是比較偏低的 它生物活性比較低 生物活性比較低 可是它的影響 其實今天感覺還滿顯著 至少對我來說是顯著的 我覺得那個差異性是喝得出來的 所以我甚至有點在想說 搞不好我們要做一個Round 2的 一個悲測試驗也不一定 而且確實我覺得會有喜好的奇異也會出來 對 那或許我們可以來調查一下說 我們有不同風味傾向的悲測試 那或許在風味給燈上面也會有點落差 你像我們實際的狀況 我們在實際銷售就是烘焙好的時候 事實上特殊處理法往往都是大眾消費者 然後在精品咖啡進來這個世界之後 特別容易去慶賴的一些選擇 一些特殊處理法的鬥 還有我們一個現場提問 有沒有菌種發酵加入或篩選方面的特殊方式 其實這是我認為台灣未來 應該說咖啡產業未來處理法 一個很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那就是過去在酒類的釀造裡面 人類飲用酒的歷史相當長 但是人類使用工業酵母 食品及酵母 添加在酒類裡面釀造的歷史 其實相對來說並沒有那麼長 相對於我們飲用的歷史 大概是十分之一的歷史而已 我記得我們使用商業酵母 不管是使用酵頭 去改變我們發酵的歷史 應該才幾個世紀以內 個位數的世紀以內 可能三四百個世紀以內的 三四百年以內 三四個世紀以內的歷史 三四百個世紀太久了 那在咖啡的歷史來講 其實對不起 可能是這五年開始 才有人開始使用酵母 來做商業生產 所以我覺得這是有點機會的 可是這跟我們今天下午的一個議題有關 到底是微生物發酵 影響風味為主軸 還是屬於咖啡豆內部本身的 細胞發芽作用 去影響咖啡風味為主軸 如果是後者影響比較大 如果是後者影響比較大 那其實微生物的改變 其實也只是改變一個環境 讓咖啡本身的細胞去做改變而已 我覺得確實是滿重要的 究竟是發芽還是發酵 對 究竟是發芽還是發酵 而且目前是沒有一個確定的 因為看起來都很重要 很難說誰影響比較大 但是誰比較重 什麼樣的環境 到底它的直接影響是發芽比較多 還是發酵比較多 還說不定 那如果是發的比較多 那很顯然的使用微生物去改變它 那變化可能就 也是有限 比較有限 這樣子 但是使用微生物去控制它的環境 控制它的變化 我覺得這樣的期待 是可以被期待的 那就跟我說的 日本酒發展到現在 在一百年以前 其實是很少使用工業酵母去變化 我們好像時間差不多了 但是我們有個很重要的問題 一定要回答 那就是方鎮倫問 想知道我們心中的排序如何 心中的排序 這個 你先 我 我覺得我還蠻鐵桿的 老派有部分 所以我其實還是蠻喜歡傳統的 你說LUT5 對 事實上LUT5它是有比較強烈的發酵感在 所以代表我們所有試驗都擺一處 我覺得這個就好 做你的傳統就很棒了 對不對 我會覺得 那很耗電 我跟你講 我說實話我覺得它比較自然 它喝起來讓我的感受真的比較自然 有些時候很難描述這種事情 就是 有些時候我們會 對於某一些食品 你會覺得它是純自然的 或是有沒有一點點被人工做的一些創作 那個 我們會有意間去有這種感受 我們聞到很多香氣也是 我們聞到天然的花香 或者是一些調味加上去的一些香氣 我不知道我在盲測的時候 我也覺得它讓我覺得是比較自然的 其實它並不是乾淨度細緻度最好 五號 它其實不是乾淨度細緻度最好 但是它讓我覺得比較自然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第二喜歡的其實是二氧化碳 我是喜歡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在這裡 對 所以我第二喜歡三氧化碳 那第三個其實我在 我是喜歡第一個 一號 一號 玉燕陽 其實我真的比較不喜歡氮氣 我沒有順著幹子爬的意思 我也沒有順著 就是 我覺得氮氣讓我感覺到 在跟這五支豆子相較之下 它是讓我排在後面 我自己的喜好是這樣 可憐的氮氣 看起來它成本不高 但是看起來風味上 就這一次的做法 然後在現場舞碑的表現 它被我留到最後 氮氣的這個做法 它的成本會比 這個燕陽 傳統就是無添加燕陽的 來的高一點點 OK 但會比二氧化碳便宜 一般來講是這樣子 然後當然 最便宜的就是 有氧 就是旺在那邊兩天 反正成本費 其實那個我覺得是還OK的 對 在工序車裡 這四個的成本 就正好是 按照成本的高低來講 是 1243 那LAT5 因為它是用電 從頭幹到尾 所以它其實電費還滿貴的 而且那個設備還是得花錢 這四個也都是同一套設備去幹它 所以它沒有設備 它就是統質 就是統質 那我自己在風味上面的喜好 其實我喜歡旺在那邊兩天半的 這次真的是還不錯 我覺得旺在那邊兩天半其實還不錯 所以我們 花了那麼多地區去改造氣體好像 對我來講不見得有那麼大的價值 那我認同 其實今天二氧化山精緻法的表現是超過我的預期很多 我覺得蠻好的 因為我在杯色的時候 我並沒有特別喜歡這次 可是今天喝起來 它的明亮感乾淨度很 但是我要說 我的瓶飲的類型 我是屬於日賽可以接受的人 可是我不是日賽愛好者 那據我所知 你的日賽愛好平衡是比我更高一點 我是可接受範圍大一點 因為我們是烘豆子 我們要除了站在 我也曾經是烘焙石啊 不行 我們要站在 我還要站在消費者的角度去思考 我們其實 我們買豆子的客人還蠻多的對不對 他們會喜歡一些什麼味道 我也要去了解一下他們的心 你是要平衡啊 因為你的商品的差異後 你的商品的差異性會出來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對我來說 就不是很有顯著的差別 因為對我來說 它的乾淨度是好像比較低一點的 然後好像是比較混濁 可是你看我們今天談的 就一致性有稍微出來的 就是我的二三名 會是哲豪的一二名 那當然我選第一個日賽 是因為 我覺得不是因為我特別喜歡那個位子 而是我覺得它比較像是我過去喝到的樣子 我會覺得是那有點情懷 那是一樣啦 沒有誰比誰會喝的問題 沒有誰比較會喝的問題 沒錯 我們保留不同的觀點 然後我們在某個程度上面達成一點共識 但是我們同時又保留我們自己本體的專業判斷 那我覺得這是我們身為咖啡夜水的 你要知道什麼是客觀 什麼是你自己的主觀喜好 對 那方正倫你喜歡哪一個 你還在線上嗎 誰沈默啊 OK 好吧 那個 我覺得我們要看一下時間 時間已經超過很多了 超過很多了是不是 好吧 那又有最後一題 好吧我們這個就最後一題好不好 這題我們大概跟大家回覆一下 然後如何購買這個是的商品 說統一要找TCL 購買什麼 這個 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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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點啦還有一點 還有剩一點點 對 那我當然我其實有點自私 不太想賣 好啦 也不一定要買 其實啦 OK 還有還有還有對 跟TCL窗口可以再去選擇 它一個set是15克然後有5包 我覺得要漲個價 從今天過後每個漲200塊 就一包漲200 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們比較這個有振興券 對不對 用振興券購買就是 好啦不要再打遍 我們差不多該結束今天的直播了 對差不多 OK 好吧那就這個 很感謝到現在還留在線上 陪伴我們的這些朋友 那今天這個集會也非常的難得啦 就是跟著好 我們很少比較稍微認真一點去談 而且是咖啡的事情 因為我們其實算蠻常見面 但是有些時候總是就有機會去了解別的事情 那如果未來有類似這樣子的機會 那我們也都還是非常開心 非常樂意的能夠也用類似的形式 也許我們只是換一個到山上去啊 做個直播什麼都挺好的 如果各位有對這些 無論在處理房 在生豆端 在烘焙 你有興趣的話 那也都很歡迎 你可以後續再跟台灣咖啡研究室 對嗎 然後或者是跟我們達文西 都可以做一些揭強 好啦那說實話 這是我第一次的直播處女秀 所以如果表現不是太好 大家 如果喜歡的話 請幫我們TCL跟達文西咖啡按個讚 然後幫我們留言 OK好啦那就謝謝大家 晚安 晚安 掰掰 掰掰